Hello 大家好 我是北欧的快乐农民 今天是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我怎么从地里收回红菜头 然后又怎么做了两道菜的全部过程 今天真是大雪挨挨呀 但是我地里的还有很多红头菜 我今天必须得给收起来 因为明天是要拎下9度到10度 现在这边都是用布盖上的 再把布给掀起来 试试看里边什么样子 真棒 还这么漂亮的菜呢 今天都给收了 叶子还可以吃 布全扒起来了 现在看见一片的地 全是特别大个的红头菜 然后叶子还都可以吃 这个很大的 多大 看这个非常大 我的手 五个 五个一起的 铁片也很大 这两个特别大的 哎呀 瞧 多大 叶子也很好 看看这红头菜多么大 叶子也很棒 完整的在盖子里盖着 这么多的红头菜 看看 今天我现在收拾一下它的叶子 然后今天晚上就去拿蒜炒 吃 今天收了这么多红菜头的叶子 然后还有这么多红菜头 把红菜头呢给洗了 然后呢 放到这纸上晾干 然后干了以后呢 放在一个纸道里 放在冰箱里 就可以一直的吃新鲜的 红菜头 这个是蛋黄酱 左边蛋黄酱 右边是鲜奶油 好 我把200毫升的蛋黄酱和200毫升的鲜奶油 放到这个碗里 现在开始放盐 少许 根据个人的口味 放一少许胡椒 放上铁嘛 好 现在我们要撑一下 红菜头 600克 现在我们要煮红菜头 给它煮的稍微软一点 但是不要太软 好了 盖盖 红洋葱和苹果都切好了 把红洋葱和苹果放到碗里 和刚才调好的汁搅拌一起 那要把红菜头的皮给煲了 这样才可以做沙拉 因为煮完了以后皮就很好煲了 把红菜头切成小块 然后把红洋葱放进碗里 和苹果 还有红洋葱一块搅拌 搅拌均匀 放到冰箱里 4小时以后就可以吃了 瞧这一大盆菜叶 这是我自己种出来的蒜 看着自己种的蒜多新鲜 头还是绿的呢 把蒜切碎 我家都用铁锅炒菜 因为用铁锅炒菜 对人身体有好处 现在往热锅里放油 然后放蒜 把叶子放进去 放盐起锅 真香 上面再撒一点蒜 太香了 好了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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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